我可以先幫大家爭取一些時間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接下來的時間 主要就是要來跟這個場上四位 做這個類似火烤的動作 大家就勇敢的搶拔你們 覺得他們剛剛沒講難沒講清楚 就對他們提問 那我先針對這個 我會再等一下喔 好好好 給我一下 謝謝 我講好 我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 我很寬散 不好意思 好 因為剛剛事實上 在最後的這個雙方有提出 不一樣的面向跟方向去 設想我們的刑事審判司法 那當然這個反方是從這個 帶到這個國民法官的一些想像 那正方是回到 比較像是我們說的科技 我們世界啦 撇除司法事件 太多地方都會造 就已經導入了AI的設計 您是好像是銀行業是不是 那ETF也多的是那種AI在動ETF啦 那這個 這個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 司法這個東西 尤其我們今天都聚焦在刑事司法上 總是一個斷人設施的東西 您就算提到 因為老實說今天我們在回過來講 雙方在提兩個事情 一個好多時間都在量行 量行系統 要不要有一個科技的量行系統 讓我們可以快速知道到底要判幾年 那第二個模式是比較少討論到 但也一直都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深層式判決書 一個東西 這個雙方把資料 所有證據都全部丟到這個AI的聊天機器 跑一跑告訴你 啊 這個誰贏判決書怎樣 因為這是檢疫的判決 那雙方好像在這一塊討論比較少 那想請問反方 要不要先簡單快速回應一下 這個你們對這一塊你們今天有回應嗎 就是在這個快速檢疫的這個案件中 因為你們回應好像是比較聚焦在說 那你都覺得這這麼好 為什麼不擴及到其他 那反過來你們這一塊事實上是沒有什麼回應的 你們要不要想一下你們對這邊的效果 對啊 你們好像整場比賽都 這一塊事討論比較少 我們想說先 好奇你們對這邊的思考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互動對話吧 哇真的被火烤欸 我現在不是一個 錄完的中的座談嗎 我們就是要去這個 促進我們對這個 沒有討論到議題往下討論 好 那老實說 對我先打預防針 我先打預防針 就是老實說 我們對於現在司法院那個東西了解的沒有限 因為畢竟那個東西剛出來 那公開的資訊也很少 所以對於他 就是我那時候看到資料說 他說為什麼是選這個案件 他說 因為通常案例事實不會到的太複雜 而且認對居多 就是說你可以簡易的判 對 那我們對於這種東西怎麼看 就老實說就是 在這些資料就是 資料數據庫沒有問題 演算法沒有問題的狀況之下 老實說沒什麼好反對的 老實說沒什麼好反對的 但是現在會有一律的點是在 我們相關的這個配套措施完全沒出台 就是我們到底怎麼樣去要求一個資料庫演算法 是OK可以使用在刑事司法 也就是司法判決上 尤其是刑事司法上 目前是沒有任何有實定法效力的規範 我們只有說我們要制定某些指引 但是 真的你措施你先弄出來 然後大家對這東西了解有限的狀況之下 很難說大家能夠正確的去操作它 或理解它在我的實務工作裡面 看一下翻譯什麼樣的角色 對 就是說我們覺得真正的疑慮其實是遠自於說 相關的資訊跟規範上面的缺乏跟不透明 以至於在我們一個 就是對AI抱持比較緊接態度的人來說 我們會覺得是不是在反反我們 就是因然的規範我們先搞清楚了 大家理解了AI這東西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之後 我們再考慮這件事情 這也是整個AI都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參數整設 以及裡面的一些這個 因為參數的調整就會讓整個結果大相進體 以及我們到底不會有人去檢驗這個參數 這講難聽的 這個寫扣的不會是念法律的 念法律的不會寫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我來門承大特別適合啊 承大米工科那麼多 然後再唸個法律 完美啊是不是 好 那反過來也想問一下正方 那假設AI像你們講的未來這麼好 那以後我們去法院幹嘛 我們就線上法庭 弄一弄 然後這個東西 有兩個議題 一個是 那我們人民可以接受這樣的結果 當然 因為現在你說都是爭議的議題 講難聽一點 那個在美國就認罪協商掉了 法官就蓋著這樣而已 那這個東西目前不會有爭議 那未來如果有一些比如說慢慢的呢 小額 比如說減民宿以後小額的這個案件嗎 或者是刑訴 不是有些案件是可以拘議的嗎 那會不會慢慢一步一步往這邊推 推到這種沒有牽涉到那麼的侵害大人 甚至有的 六個月以下都被還清了 那為了要減輕這個案件 案件送員啊 減輕這個法官的工作量 全部丟給AI來做審理 你會說一定嘛 就像你說的 一步一步來 從侵害最小 危險較小 案件開始試 那開始從這件事的話 民方你要怎麼說服大家 這個都可以接送呢 以及 那這樣法官的 好像是更往前走 就是AI去代法官 那這個會不會有什麼意義 或是你們會不會覺得 有什麼問題要處理 其實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覺得 個人覺得其實很難走到內部 就是 這跟剛才沒有講 但我們自己私下的想法就是 其實我們在討論 AI要不要引進司法判決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討論 它到底會請太多少的人民權利 因為司法判決判下去就是 要碼台南權 要碼自由權 跟政治生命權 所以 在很多的案件裡面 有些 為了我們看到哪些爭議最大 像 反方所提供的美國 糖感系統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看到一個數字 70%你不准放 然後直接把你自由權限制不住 但為什麼台灣量刑系統 比較可以被接受 我們在想可能是因為 其實它對於你的權力 沒有直接侵犯 它不是說 因為它說 你試用這個罪 然後我又擺判這個 然後完全不管什麼事實生意 法官也不管 他就是給你一個建議 給你參考 或者是其實台灣有一個類似的系統 是關於保護管束的部分 它不是直接的刑罰 可是它是關於 你要去如何再教育一個 可能犯錯的 在保護管束的上面 其實我們也有用 類似Compat系統 去看它的再犯率可能是多少 然後進一步去定出 我要給它多強程度的 保護管束的一些措施 但它其實真意比較小 我們認為是它可能 對於權力的侵害 也相對比較少 它可能就是多上一點課 少上一點課 多聯繫你一下 少聯繫你一下的差別 這是我們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說現在 我們要一步一步走 然後走到某一個 我們覺得權力侵害 太多不能接受 那其實我們覺得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結果 好 因為剛好我剛剛也跟王教老師 有聊到 就是最近 最近不是那個司馬 金馬銀展 金馬銀展 不是一個司法銀展 我就看到一部電影 就在聊這個 就在聊AI法官的問題 那目前就像你說 我們大家可能都 還不太可能接受 但的確十年二十年後 AI跟 我們就先從量行這個議題來聊 AI跟法官 至少AI有一點 這個一定有 就AI可預測 因為它 背時的內容 你就跑出來 就是 你只要輸入一樣的參數 它照理講 如果在我們現在的系統下 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可是 就像剛剛不知道哪一方有聊到 這個 這個 A法官可能會採這個不同界線 A B法官就會可能落差很大 這是同一件類型的事情 那A法官可能判刑偏重 A B法官可能判刑偏輕 那更遑論 有些法官是絕不判死刑 那這個都是人 不可預測性 那反過來就會反方認為 這種不可預測性 也就是人的 個案 個別 個別是正義的重要性 這也是 一個兩難 那所以就回顧好 這本題 就到底什麼是正義 可預測性多一點的量行結果 是更正義呢 還是 不可預測性高一點 只是法官會隨著個案的判斷不同 做出不一樣的判斷 比較正義呢 這一直以來都是量行上的正義問題 好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張密書 跟那個黃律師 有沒有想要對任何雙方提出這個質問 或者是問題 我覺得我可以先就是分出來一點 好 可以 就是這個關於法 就是我們其實也很在意說 法官能不能給我的解釋 就是如果變成AI法官 他們好像覺得我的案件都沒有被獲得 獲得就是重視 然後以及就有沒有辦法為我的這個案子負責 那我覺得就我好像是在場的 至少幾乎剛剛的比賽選手 我覺得我好像是想法最保守的一個 就我覺得AI絕對不可能取代人類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就會是 因為AI不是沒有生活在台灣這個世界 他就是活在電腦裡面 他只能針對一些這個要素進行判斷 那他沒有辦法符合台灣的民情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就是到那個情況已經是我們太不可測 他也算把他想什麼的 所以他只能在某一種用途上面幫助我們 我們還是依然需要人為這一件事情負責 那個法官要簽下自己的名字 為這個案件的判斷進行說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自己心目中會覺得 終究他沒有辦法走向那個方向 以及我們人民也會希望我的這個案件 有一個人負責的想法 對 對 你們都看過《駭客任務》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好 那我們是不是請關心律師就是 好 駭客任務 謝謝 我們時間好像勝不多 所以我就快速講一些點啦 其實我不想要質問你們 我想要質問的是司法院跟我們的行政院 所以這個民間團體我們都… 大家都是公民 所以我們… 然後也辛苦你們了 就是被硬卡在這種二人對立的這個兩面 那其實我覺得… 我先補一個 我覺得剛剛有提到那個 證券不併送這個概念很好 他講的應該是更大的概念嘛 就是說這個辯方 就被告房跟檢方 就他無罪推定等等的這樣的概念 那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閱讀到 就是司法院他們自己出這個新聞稿 跟大家說他們要用AI輔助寫判決的時候 他們怎麼訓練出這個AI的 他們用了什麼資料訓練 起訴書 起訴書 他之後說他用檢方起訴書喔 你這個可以多恐怖 他直接拿起訴書怎麼寫 然後最後判決怎麼寫出來 然後他就跑這個training喔 所以以後他也是… 意思就是以後你的input up就這些 那你以後是不是以後都寫出來 那辯方在幹嘛 你知道假設是這樣子一個 那麼拼搏單一的邏輯 所以這我沒有要討問你們 我就考了司法院這個部分 然後以及… 其實今天的討論就是很難免的 跟現在大部分跟AI相關的討論 都落於一個很可惜 就是太hypothetical了 太假設性了 但是這個假設有點可惜 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說 這個是十年後的事情 這其實是已經正在發生的事情了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不能進入真正的個案 真正的具體進行呢 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資訊公開做得非常差 Right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他已經那個 去年9月還是11月跳出來跟大家說 我已經做好了 不只發發好了 我還研究好了 都已經訓練好了 已經要試辦 而且by the way 我還有另外什麼 兩個來四種案類 我也已經在明明在研發了 這個是可以先上車後股票這個程度嗎 然後類似之前的EID也是 都已經承包好了 然後花了幾億再跑了 然後才告訴大家 那這時候公民有一些相關的意義 然後以及法規相關的配套措施規範 都沒有狀況下 我們要求暫緩 就變成了一個拖累我們這個 搭設人那個還要去maintain這些 所以其實政府的資訊公開 以及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這個詞是 就是過往這個矽谷他們 就是uber甚至到google 再更往前一點 他們說他們的這個制勝的關係 就是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所以先不管當下的任何秩序 當然是有法治序 或是這個社會的norm 我覺得uber在當時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也遇到非常多的這個 當地產業規範的衝擊 那他們的概念是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那獲得了某種破壞式創新 但是現在似乎我們的這個 不是只有台灣啦 但我們台灣也真的是 在這方面沒有落後 就是也是在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我們真的有這麼急著 要怎麼把那麼多AI 適用在不只是行政 還包含容錯路應該要 容錯率應該要趨近於零的司法嗎 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應用的場域 行政可以用 司法一定可以用嗎 這一些不同的這個 憲政的這個branch 他的意義應該是非常不同的 好 然後所以我還是回到就是 我們現在應該已經 沒有這個luxury 再去討論抽象性的概念 我們應該要討論的是 真的請司法院給我們看 他的這個系統 等於他是什麼 然後法官的這個user Jenny到底怎麼跑 他到底是有量型嗎 他到底那個寫是 只是幫你弄出一個像 TrackGP寫出來的 還是他真的進入怎麼樣子的程度 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超過一年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是 Overall整體大家有這個機會 也算是施壓吧 但是也不知道施壓施壓 有什麼時候 我自己談這個話題 我靠這個議題 已經不知道去多少會議很開心 問題是 問到現在還是沒有答案 好 所以討論結束 謝謝 請問張秘書有沒有要跟我們 跟我們一點指令 沒關係 還有王老師也沒有 好啊 那有沒有同學想要這個 或者是在場來參加的 想要直接挑戰這個 場上的這個正反狀況 有的話再要開放事情給大家 不能說這個 大難得來聽一次 他們在講 他們講哪裡沒有道理 你們就直接點出來啊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這個大家比較害羞 我們可以等一下結束後 他們還在場上 你們可以就是 可以下來這個問他們 好 這個有一位嗎 麥克風好不好 就是剛剛前面其實 專家們有提到說 希望雙方變手 就是針對公平正義這方面 再進行多一點討論 可是剛剛後續我聽下來 好像更多的還是在討論 就是彼此的雙方的一個必害 好像對於這個公平正義方面 其實沒有太多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想要聽聽就是 雙方變手 對於自己心目中 對於自己世界底下的公平正義 是如何去看待的 大概這樣 好 那這方先來囉 AI 就這個一路下 你們想像的公平正義 OK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公平一定是要 就是你要纏著各個的說法 以及其實其他的判決還是怎麼看的 你有沒有 你自己的思考有沒有一些疏漏的點 我覺得這個是去參考其他的 或者是你去了解所有的內容細項 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在看 就是因為我自己也可以去看網路上面的那一個 類似就是量型的那一個諮詢系統 我們只有自己點進去看就說 OK好原來九票你也需要去參阻說 他是形式太陽的路段 可能會決定他這個案件的這個量型程度是如何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種提醒 那在這樣子一一檢視的過程 或是瞭解其他案件 AI告訴你說他會判斷哪些哪些因素的時候 也是提醒法官說這些東西應該要斟酌進去 那我覺得有斟酌更多應該要考量到的細節 就可能會更公平 那更正義正義是一個很抽象的詞語 要怎麼樣子這一個判決才比較正義 我覺得是很難去言說得這麼明白的 但我覺得就是法官必須要在這個地方 要更有勇氣的去說 他面對到這樣子的原告跟被告 這個整個事件他聽下來 他為什麼覺得在哪一個環節 比如說maybe是犯罪後的態度 或是他犯罪時候的手法 怎麼樣子讓他覺得這件事情是其有可原的 還是他覺得他應該要加重處罰的 那這裡要講得很清楚去表達出 這個法官自己本身的想法 怎麼影響他判決這個判決的結果 我覺得才可以體現出正義 那所以如果現在法官 沒有辦法透露出這麼多細節的話 對我來說相對沒有那麼正義 OK 所以如果人工智慧他可能對我們來說 沒有辦法提供這樣子的價值判斷 的確在這裡他沒有辦法幫助到法官 因為那是法官自己本身要花很多心思在這裡 更努力的體現出他怎麼樣覺得這件事情 他的想法是如何去體現出在案件判斷上面的正義 這是我的想法 好 那 你們呢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兩位都想要分享 所以我就間斷的講一下 對我來講公平正義是這樣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那個小畫家 就是可能在場就是 有些人有玩過有些人沒有 好 沒關係我就稍微舉個例子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經驗 就是你畫了一條線 或是你畫了一個圈 你無限的放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邊邊總是有毛邊 或是他總是 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 一把一眼 我答這個讓例子是指說 其實我們 在討論公平正義的時候 你問每一個人 他一定會覺得那條線是很明確的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在這個程序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是趨近於那條線 它不是一個絕對值 就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對我來講程序正義就是公平正義 對我來說是這樣 因為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當我們簡便雙方 都想要趨近於這條線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攻防方法 他應該要是 就是共同的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 覺得我們就是 以法官的信眾的線為線 或是以AI的信眾的線為線 這個是我覺得要極力去避免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說要看我們一個絕對值 就是我自己發生的意識 不覺得絕對值 這個要先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我們要如何去 儘可能的讓大家在共識覺上面 覺得可以趨近於這件事情 那就是這個程序想要達到的目的 就比如說民主制度在幹嘛 就是儘可能爭取最大的公約數的共識 那司法程序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就是大家各自想辦法去做說服 各自想辦法去做相關拆解跟討論 那至於所謂的公平的這個部分 就是至少就我的認知當中來說 就是沒有辦法做到所謂起頭式公平 起頭式公平根本就不是公平 就對我來講在程序當中 為什麼我剛剛在深論裡面 常常想跟大家解釋 這種個案上面的正義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一個案子 它有一個必然的客觀性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就確實它有一些科學性的 或是自然現象的客觀 比如說你騎車 未注意前車路況狀況 然後當天有下雨 這種是客觀性的東西 這我覺得沒什麼好爭取 可是如果今天有個個案的狀況 我覺得那個就是應該要個別討論 你先不要去檢討說什麼法官 他有行政 有行政很好啊 就是因為他有行政的關係 我們才會去放大解釋他們有判決 我們才會覺得更應該要去 盡力計較這個程序 是不是對每個人來說是合理的 所以這是我對公平正義的想像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這實在是個大災問 但是不太是我們不正面去談 而是正面去談其實很難 因為在通常的時候什麼叫公平正義 就是我們不是透過正面的定義去理解它 我們是先界定了什麼叫不正義 那慢慢劃清了不正義之後 我們能夠接近正義 但是接近正義也不是我們能夠辨認什麼是正義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很難 因為價值觀上面差異文化上面差異 會導致不同的群體不同的人 對於什麼是正義的認知非常不一樣 所以在當代 我太確定現在還是怎樣 在當代大部分討論正義的 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會先界定出一套 討論什麼叫正義的方法論 那最著名的可能是John Rawls 他的這個無知之目 就是他的正義論裡面的無知之目的工具 他說我們怎麼討論正義呢 我們先讓大家經過無知之目 讓大家規定 那大家在討論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能夠趨近正義 所以他提出來的其實不是對正義的正面定義 他提出來的是對怎麼樣趨近正義的方法論 OK 那我們先有這個概念 所以在司法裡面我們怎麼討論 這個什麼是正義 那不同的留學國 不同的學術 這個主張有不同的做法 但基本上我們覺得比較沒有爭議的是 我們要有一套嚴謹程序去確保 我們能夠達出一個這個接近正義的答案 那所以說美國法上面他們說正當法律程序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主張裡面為什麼會覺得說 這個AI他可能在這個方面是有疑慮 是因為像是我們提到Compass那個案例 其實他在美國有被告過 那他告的這個主張內容是說 演算法超級不透明 然後他考慮了很多其實跟本案無關的事情 但他沒有辦法在本案訴訟裡面去挑戰他 所以他的正當法律程序被 對這個案件沒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他的權力被侵害了 對所以我們覺得真的把這個 為什麼他可能危害到這個司法判決上面的公平正義 其實是因為在程序上面的設計 我們可能要再振作一下 才能夠決定怎麼樣把他一路 去接近我們在司法判決裡面的正義 對這是我們的想法 嚇到我 我想說要往這個政治哲學想 嚇死我 好那簡單也分享一下 事實上再調到量刑那個Compass案 或者是美國量刑的準則 事實上都有蠻多AI介入的例子 但這個是一個難題 因為我們畢竟 我們畢竟還是沒有這個量刑Dine 那提一個問題給大家思考 未來如果在量刑這一塊 我們採用了AI的系統 讓他做一個輔助就好 輔助參考的東西 那今天假設輔助出來的結果 他建議這個案子 AI跑出來是10到12年 法官判6年 或法官判15年 請問簡便雙方可不可以 因為法官判決的結果 跟AI的建議有極大的出入 以此作為上述理由 我覺得這是未來很快 就會面臨到的問題 因為司法院 就我所知是一定很快 就要再更新update 推他的量刑建議系統 他去調整 現在有問題他知道 他在調整中 所以未來如果這個東西 在審判中 我自己在觀察國營法官案件 有一件檢察官直接在量刑辯的時候 用螢幕錄影 把量刑建議系統 現場跑一次給國民法官看 那大家想想 你是國民法官 你沒有唸過法律 今天審了一個 第一次碰到一個案子 你要不要害怕 你不知道什麼 從何而來下手 到底這有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很多啊 十年十五年 死刑無盡無盡 你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有一個建議系統 告訴你就是12到13年 你會不會很安心 然後他告訴你 這是過往以前的那些累積的判決 你會不會有所謂的在這個 所謂統計學上 或者是他們這個社會科學上 有一個這個名詞啊 專有名詞 你也不用太記得 叫什麼定毛效應 你看到之後 就以這個上下去之準 那這個強不強 這效應實在很強啊 那這會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也不再做結論 但未來很快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爭點 其實這個是未來 就要馬上遇到的問題 好不容大家思考 我們時間是不是差不多了 太好了 好 那就我們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有問題呢 趕快趁這個四位還在 都可以去問他們 那這個很開心 今天大家這個 在這個城大這邊 拿旅行整個地方 跟大家互動和交流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場 那歡迎你follow我們的Facebook 我們會在東吳跟鳳家大學 以及我們在四月的五號 六號 七號 也就是我們抓這個言論自由日 我們要辦這個辯論比賽 相關的活動也會在 透過正式大家報名的Facebook 留下的email 我們會再寄送給大家 應該會 好 那就這樣 那今天很開心 也謝謝這個王孝萬老師 歡迎律師跟這個張秘書 那今天的活動就圓滿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太好了 謝謝老師 謝謝同學今天的參與 剛剛如果比較晚到沒有 極度 訂立 謝謝 20